好,我们现在讲这个极限就是Limit它的定义 那么我们现在给出的是个直观的定义 我们并没有,现在还没有讲严格的定义 那第一个什么是Limit 我们说一个函数的Limit 在一点处的Limit 就是说当X不断的靠近这个某个点的时候 假如说这个点是AR函数可能是长这个样子 我们说X 我们说X 越来越靠近 越来越靠近A的时候 函数 可以 任意的接近于 任意的接近于一个数值L 那我们就说这个L就是函数的这个Limit 就是函数的这个Limit 冰 ded 虽数的Limit 函数的limit 当 当 x 接近 a的时候 它的函数的 这个limit是l 我们通常写是什么呢 这是limit x approach to a x趋近a fx 这是等于l 我们说 x不断地接近a的时候 我们fx 跟l的值可以 任意地接近 它又有另外一种说法 另外一种说法 就是x 我们说x 足够接近a的时候 x 足够接近a的时候 fx 和这个l的距离可以任意地小 我们知道 o 因为我们知道距离指纹是正数 它的距离可以任意的小 这样这两个数之间的距离可以任意的小 那么距离我们可能用 可以用这个绝对值来表示 那我们之后讲到这个Limited的 这个严格的定义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用到这种叙述的方式 那么我们一个很明显 对我们现在所学过的一些函数来说 它的一些 它们的一些这个距离是比较容易看得出来的 例如说 x趋近2的时候 x平方它显然是等于4的 因为x不断接近2的时候 x平方肯定是跟4之间的均 肯定是非常的接近4 而且x接近2越接近2 x平方越接近4 x趋近2 x距离2 x接近0 1的x方 这是等于1 那么我们知道1的x方是这样的 这是1的x方 那么这是x等于0 那我们 x不管从哪个方向接近0 它的1的x方 总是越来越接近于1 我们看这个方向和这个方向 3x 当x越来越接近2分之π的时候 它可能从 不管从哪个方向接近2分之π 它的3x总是越来越接近1的 然后我们看 x接近1的时候 logx这是等于0 这差不多就是 怎么说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 这些函数 它在这一点的极限值 差不多就是 等于函数在这一点的函数值 那这个是 这也不是偶然的 我们到后面讲到连续性的时候 我们就要注意到这一点 因为函数是continuous的 它是连续的 所以它的极限值 一定要等于它的函数值 这个是我们后面讲到的 那我们要注意的是 我们要注意的是 fx可能在这一点没有定义 那我们可以看这样的一个极限 x趋近于1 x平方减1 x平方加上x减2 那么这个函数 它本身在x等于1的时候 它没有定义 就不能像我们刚才 第一个例题里面 我们直接把函数值带进去 但是我们 因为我们只要求 x是接近于这个a 我们并不要求 它在这一点 是在这一点 它可能没有定义 因为我们是接近于a 所以是我们只在a附近 有定义就行了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进行分解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x1 x减1 因为x是接近1 它并不等于1 所以我们把x减1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约掉 我们把x减1可以约掉 那么把这个约掉了以后 我们把这个x减1约掉了以后 我们就会发现 那么剩下的部分 我们就可以 基本上就可以直接带函数值进去了 剩下的部分 那我们知道x接近于1的时候 x加1接近于2 x加2接近于3 所以是结果是三分之二 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的 好 这是我们极限的这个 极限的定义 它直接 我们直观的就是说 当x不断的接近于某个数的时候 函数 它接近于 接近于它的另外一个数 那我们第二个 我们相关的定义 叫做 左极限和右极限 从我们刚才前面的立体1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 我们所说的极限 我们是说 x不断的接近于A 那么我们可能是从左边接近 也可能从右边接近 那么直从左边 我们只考虑从左边 就是 做极限 当然我们写法是 写成这种 x去均A 我们上面打个负号 就表示从左边接近 和右边接近 那么其 它的这个叙述的方式是 叙述的方式是一样的 好 例如说 我们还是用个不同的方式来说 那么 那么左边 左极限 我们也就是说 x乘i的左边 不断的接近于A的时候 那么 fx跟L之间的 差可以任意的小 那么 右极限 我们是从x的右边 接近于A的时候 那么 fx跟A之间的 这个距离 可以任意的小 或者说 fx可以任意的 接近于A 那么 左极限 右极限 它可能出现的情况 例如说 这个是A 那么左极限和右极限 它可能就不一样 左极限是L 右极限是A 那有在有 有些情况 它左右极限是不一样的 那 它的叙述跟我们一样的 我们 只是把那个 x任意的 不断的靠近A 我们 可我们就改成 不断从左边 靠近A 这是A 这是X 那我们要知道 这一点 就是 从左边接近它 也就是 X要小于A 从右边接近A的时候 表示 X是大于A的 那从这个图形上 我们可以看到 或者从定义上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直接有 这样的一个定理 如果一个函数的 在A处的极限值 存在 那它的充分必要条件 就是它的左边的极限 要等于右边的极限 而且是等于2 那我们要有这个结论 有这样的一个结论 当然我们 从这里 从我们的定义的叙述 我们就知道了这样的一个定理 直接就可以推出这样的定理 当然我们也可以 等到我们有 讲了这个极限的严格的定义以后 我们再来证明这个定理 用严格的定义去证明 那么从现在来 从直观的上来看 我们这个定理也是成立的 好 这是左极限和右极限 那我们可以看一个立体 我们看如果说fx它是等于x的绝对值除以x 那我们来找x去近0的左极限 x在0处的右极限和x在0处的极限 那我们可以看到 左边左极限 x去近0的左边fx x去近0的左边 那么是x的绝对值除以x x去近0的左边 我们说是左极限是小于 x在a处的左极限 就是x小于a 我们要在这里可以加上一句 这是 实际上这是x小于a 这部分是x大于a 右极限它是大于左极限是小于 那么我们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x小于0的时候 x的绝对值应该是 等于负x 那么除以x 我们说的是x 在这一点可以它没有定义 可以没有在这一点没有定义 但它在附近又定义 就是x不等于0 所以我们把两个x约掉 就变成是负1 左极限是负1 那么x去近0的右边 从0的右边去近它 也就是说x要大于0 x大于0 那么x的绝对值 它是正的 所以是等于1 那么我们知道 左极限是负1 右极限是1 所以我们就得到的是 这个 0的左极限 在0处的左极限 不等于在0处的右极限 所以我们得到的就是 这个x去近0的时候 这个函数的极限不存在 这是我们左极限 不等于右极限 那左右极限还会存在哪些情况呢 就是我们 以一些分段函数 叫做piecewise function 如果fx 例如说 它等于 x平方减3x加上2 这是x 例如说小于0 3x-4 3x-5吧 3x-5 x大于0 那我们 减4 减4就 减4可能 我们给出另外一种方法 3x-4 3x-1吧 我们换一个值 3x加 3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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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啊 我们把这个 这是分段函数 那我们一样的 我们求 x在0处的左极限 x在0处的右极限 和 x在0处的极限 那这个 这种事也是我们 经常碰到的一种情况 那我们看 x在0处的左极限 x在0处的左极限 也就是说 x是小于0的 x小于0 那我们要知道 fx的表达式 用小于0的那一部分 所以是 x趋近于0的左边 所以是x平方 减3x加上2 那它的极限是等于2 我们要记得这个表达式 那么x趋近0的右边 那么在0的右边是 我们是x是大于0的 大于0我们就用大于0的部分 所以是3x-1 所以这个是等于-1 这是我们左极限和右极限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知道 在0的左极限 是不等于在0处的 右极限 所以我们说 这个x趋近0的时候 这个fx的极限是 不存在 我们does not exist 这是我们左右极限 那我们还有一个 我们第三个方面的问题 我们叫做infinite infinite limit 我们可以看 很明显的一个 x趋近0的右边 x分之1 和x趋近0的左边 x分之1 那这个我们把它记作是 正五重大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当x接近0的时候 x分之1它可以任意的大 也就是说它可以大于任何数 而在左边 我们是叫做负五重大 我们看 我们使这样的写法 它的定义是这样子 而我们说 x趋近于a的时候 所以fx等于正五重大 它的意思是这样子 它的意思是 fx它可以 比任何数都大 任何改定的数 i can greater than any fixed number as x approaches a 那同理就是 x趋近a的时候 fx如果是等于负五重大 那也就是说 fx就是 can be smaller 那我们用 less来说 can be less than any fixed number 那我们说 它比任何数都小 因为那个数 是可以是负的 这是我们极限为无穷大的定义 那我们可以看一些 立体 第四个立体了吧 第五个立体了 好 这是第五个立体了 我们看一下 当x趋近0的时候 x平方分之一 它是等于正五重大的 因为x平方 它也是趋近0 那么它是趋近0的右边 那么1除以0的右边 它就是 它可以当x接近0的时候 这可以变得无限大 可以越来越大 那么x趋近2分之π的 趋近2分之π的时候 我们second x 我们知道second x 是cosx分之1 但是cosx在2分之π的左右两边 都是我们2分之π的左边 x在2分之π的左边的时候 cosx是大于0的 那么cosx大于0 但是又接近于0 因为cos2分之π是等于0 是在0的右边 那么1除以0的右边 这是等于正五重大 这是我们无穷大的极限 那我们要注意到有几个地方 如果说fx是接近于0的右边 当x趋近a的时候 那我们x趋近a的时候 这个1 over fx 这是等于正五重大 而fx趋近于0的左边的时候 那我们知道它的倒数 那是负五重大 这个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 x分之1 我们直接看x分之1就知道了 那么如果说fx趋近正的五重大 或者负的五重大 当x趋近a的时候 那么它的倒数 这是等于0的 这些是我们要注意的 那么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注意的地方 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地方是 如果x趋近a的时候 fx是等于正的 或者负的五重大 这是一种极限不存在的情况 它是极限不存在的一种情况 它是极限不存在的一种情况 那我们要注意的是 这个就是如果fx趋近无穷大 它的倒数是趋近0 如果fx趋近0 它的倒数是正的 或者是负的五重大 那么看fx到底是正的还是负的来确定 那这是我们limit的一些基本的定义 基本的定义 当然我们用的是一种比较直观的方法 用直观的语言来解释 我们没有用严格的数据的语言解释 这些都是定义 那我们要求 要怎么样求这些limit 那我们之后讲了limit的rules 就是它的一些求极限的法则以后 我们具体看一下怎么样去求 这些求极限的法则以后